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接下來要歡迎到的這一位呢 可能很多人你看過他的書 你可能看過他導的電影 你可能聽過他的podcast 你可能也有看過他上的節目 那你最驚訝的是有一天 他突然在他的臉書社群上跟大家說 啊 我罹患了攝護腺癌 而且是第三期 很多人看到這個消息之後想 怎麼可能他那麼年輕 他今天要來到現場 跟我們一起分享 他如何走過這一段路 請大家用最熱的掌聲 歡迎作家H 歡迎H H請坐 你好 大家好 剛剛H坐在那邊 我想說跟整個會場 完全就是一個不同的氣場 就想說一個藝術家的樣台坐在那邊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有些人看你的臉書可能已經知道了 可是可能還是有些現場的朋友們不清楚 你當時是怎麼發現自己罹患受護腺癌的 其實我剛開始接受採訪的時候 跟今天要來跟大家講的原因有一點不一樣 對 剛開始接受採訪的時候是因為 我在大概三年前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心情啊 體力上好像都有點下降 我就認為說我是不是到了一個所謂的男性更年期的狀態 然後剛好認識了一個肖醫師 他是在專門做這方面的門診 所以我就想去看一下他 但在這邊我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最近我才發現我去上了一個podcast之後 我跟他們深聊了之後我發現了一個 他是有一個徵兆的 我講話可能會比較直接一點 如果大家等一下聽就是比較 就是我在那段期間我是有交女朋友的 但是我在所謂的離癌前幾年 在做性行為的時候 我已經有產生了一個症狀叫做磁舍 就是延遲射精 就是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很厲害 因為很持久 哇 我都不會射精 我都不會找磁幹嘛 但他射不出來 他射不出來就代表說 他的精子其實他已經製造了 但是他沒有排出來 我自己覺得哇 這是一個蠻棒的功能 而且這是好像可以得到 很長足時間的一個愉悅感 但後來我發現 這個精子沒有排出去 就跟我們常在講說 你有沒有清腔啊 你有沒有定時的去排解這些精子 他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以為的所謂的男性更年期 所以我去看了這個醫生 然後去驗了血 驗了血之後他 本來他就講說你的症狀可能就是男性更年期 因為你的睾固筒可能下降了 你的體力不好 你可能需要維生素D3什麼的 那一個禮拜之後 驗血的結果報告出來 他說你的症狀應該是這樣沒錯 但我們發現有一個指數特別的高 叫做PSA 就是受限來指數 PSA正常的指數應該是4以內 男性來講 然後我那個時候測出來是17 17 可能一開始也覺得還好 就是多一點點嘛 對 一開始覺得還好 因為那個時候我有交女朋友 常常在性行為 活動 對 常常在活動嘛 那可能想說前幾天撞擊的比較用力 他有可能受限會發炎 所以指數比較高一點 但結果我忽然發現就是說不太對 因為我去照了那個超音波 還是什麼X光之類的 結果我發現他裡面有一些陰影 然後就去做了切片 那個切片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從肛門裡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男性要側躺 然後從肛門褲子脫下來 他打12針 不是打針 是針打進去之後 他把那個組織湊出來 所以會有 很像那個電書機有沒有 12針 非常的痛 聽說是這樣 過程裡面最痛的就是這一段 對 然後反正就是撤出來之後就 呃 確定他是攝護腺癌 而且我的指數非常的高 呃 攝護腺癌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這就是跟性 跟那個荷爾蒙有關的那個癌症嘛 它有一個指數叫格里森指數 格里森指數我忘了滿分 應該是12分吧 我大概是11分 也就是說他這個表示 這個癌細胞 它的呈現的那個狀態 有多麼的兇險 所以當我去掛了核性的 張樹仁醫師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非常的不妙 因為他說 你以你這個年紀得這個病 而且其實我已經轉移了 就在攝護腺裡面的話 可能是一期或二期 可是如果那個癌已經在攝護腺 吃到外面到那個可能 吃到淋巴或吃到外面的器官的話 它就到三期 如果你又轉移到骨頭的話 那就到四期 但事實上我的背後 我的頸椎其實是有陰影的 後來用化療把它放 就是放 對不起 講錯 放療把它放掉 然後就這樣開始展開我的抗癌之路 那你抗癌之路 我覺得你最特別的地方是 面對這個癌症 你一開始就已經把它 可能遇到的副作用 你就直接講 比如說有些人在治療當中 可能會出現一些性功能的障礙 另外一個就是有些人發現說 治療之後可能有些漏尿的行為 對於部分男性 他可能就覺得這很難啟齒 或很難面對 那你如何去克服他 或者你對於有這樣的 同樣的狀況的病友 你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說 克服他 我覺得當然這個跟每個人的個性有關 但是我認為生病這件事情 是應該給人很大的人生的啟發 對我而言得了癌症跟 怎麼講 白了頭髮 或者近視眼 或者你開這老花 我覺得是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心態就是這樣 就是 我今天不會 譬如說我今天牙痛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 我不會擔心說 蘇青 我牙痛 我不會怕我跟你講這個吧 對 可是為什麼我漏尿 我怕讓你知道呢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這是一種人生觀的問題 因為對我來 對我來講 我這一輩子遇過太多不堪的事情 那我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好不能讓人講的 它是我身體上的問題啊 對啊 就好像說我今天腳扭到了 我不會出門跟你講說 我一拐一拐 我說你怎麼了 我沒事啊 我天生就這樣 我沒有必要去避免這件事 但只是說當初一開始知道我罹患這個癌症的時候 你一定會開始去Google 你會開始去爬格子 想說到底這個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對於攝附腺癌的病人來說 最尷尬的是 他影響的是所謂的男人 他最害怕的事情 漏尿是很尷尬的 因為你好像包個尿布會怎樣 然後性功能會有障礙 這個也是男人非常擔心的 我有沒有心路歷程要去克服 有 但是對於包尿布這件事情 我非常快就解決了 為什麼呢 就像我剛剛講了 像我今天戴墨鏡 其實我從小學二年級就近視400度 也就是說我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我就戴眼鏡 那近視是一種病嗎 是吧 那我近視我就戴個眼鏡 我還是過了幾十年 後來沒戴眼鏡之後我戴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戴了一個程度之後我開始做了雷射 雷射好了之後我現在還是偶爾戴隱形眼鏡 那這是很正常的症狀 那我漏尿的話代表什麼 那就是我代表我漏尿 就是代表我那邊擴隱形不夠好 那我就包尿布嘛 那跟戴眼鏡有什麼關係 我出門包尿布跟我出門戴一副眼鏡 你們認為有差別嗎 我絕對沒有差別啊 所以這件事我很快就克服了 因為我也沒有 而且戴眼鏡是戴在外面給人家看的 你包尿布是包在裡面 沒有人就管你啊 你不用出門都跟人家 我今天包尿布出門 你沒有必要像我這麼無聊吧 那我是因為 我想做個示範讓大家知道 就是你生了所有的病 是可能老天給你的一些考驗 但是你想怎麼過每一天 是我們自己可以決定的 然後對於性功能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我一輩子都在講感情的事情 雖然前一陣子我自己發生了一些感情的問題 這個就不講了 那我一輩子都在講愛這件事 我對於性這件事我當然很重視 可是趁這個機會我覺得 對我而言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剛好借著這件事來告訴大家 當我如果真的性功能有障礙的時候 我該怎麼做 我覺得超棒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對做愛會有不同的認知 大家可能會對於做愛這件事情的認知就是 做愛不就是我進去 然後我前後左右一直動動動 然後我出來我舒服了 所以以男性的角度來講 但是在我看來 做愛這件事情是讓對方舒服 所以我的性功能有障礙 那代表什麼 我不要用那個地方去讓它舒服就好了 我可以用我身上 我身體還有好多器官可以用 我可以讓它舒服 這才是做愛的最高的標準跟目的 所以我心態很快就調整好 因為 對 因為後來我還是可以交到女朋友嘛 我還是可以 我還是可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去做到滿足對方的地步 而那個重點的關鍵不在於能不能做 而在於你的心態是什麼 你的心態如果是 啊 我可以舒服的那個功能被剝奪了 那你當然你會覺得很痛苦 可是如果你的心態不是這樣的話 那麼性功能 除非你現在是要傳宗接代 不然其實沒有那麼嚴重的事情 對我來講 對 所以他們真的誤會你了 另外就是我覺得他傳達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就是病死感這件事情真的是不需要的 但是有時候一些社會刻板的印象 會讓我們沒有辦法擺脫這個感覺 可是就像你剛才提到 我不知道當你公佈了說 啊 我得了社會腺癌之後 有沒有人就會開始有些奇怪的聯想 把這個疾病跟你的行為 跟什麼開始聯想說 啊 你就是以前做太多或幹嘛 有這種刻板印象比較負面或偏調的嗎 有啊 當然會有一些年輕人來 因為跟大家就是克服一下就是說 社會腺癌這個癌症的平均 台灣人得的這個病的平均年紀是72歲 那我離癌的時間是49歲 所以當然就會有一些酸民跑過來說 欸 你是不是身體有問題啊 欸 你是不是玩太多啊 你是不是玩太兇 我在這邊也要順便澄清一下 我玩很兇 對 我玩超兇 但我玩很兇 我玩很兇他才不會是離癌的原因 這邊就是說希望也透過他分享 擺脫對這個疾病的一個偏見 其實這真的有時候跟老話跟一些相關 可是最後是說 其實我覺得最訝異是 很多人罹患了癌症之後 他其實會甚至不想讓別人知道 然後甚至會想躲起來 可是你是完全不一樣的態度 去面對這樣的疾病 而且公開給大家知道 對 那你當時這樣的做法有沒有特別的寓意 以及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給現在可能正式罹患這個癌症 或是他的家人給他們一句話 我當初剛開始得到這個癌症的時候 一定是心裡面會覺得說 哇靠 怎麼這麼倒楣 一定是有這種感覺 那你就開始去Google 你會去Google到很多 可能所有的文獻 然後論文 或者治療方式 手術方法 然後術後的可能產生的狀況 但是沒有一個人記錄說 他手術完之後 他的性功能到底有沒有恢復 有沒有人記錄說 他漏尿的狀況有沒有改善 或者他漏尿的狀況 有改善到什麼地步 當然這個有點吊詭的地方是在於 我剛剛講了 因為罹患這種癌症的人 其實大部分我們平均是七十幾歲的長者 那我今年才我今年五十歲 你說用我的標準去看他們的事情 也許他們七十幾歲 他們就認為說 我性功能不行我就算了 換言言我就算套套了 對不對 另外一種就是說 漏尿 漏尿對他來說 他也沒什麼特別好講的 可是對我來說 就像剛剛很多人在講 其實現在癌症 這個罹患癌症的年齡層越來越低 然後普遍性也越來越高 然後醫術也越來越好 他已經變成一種慢性病了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像我這樣年紀的人 得到社會性癌的人 就我知道我好像有看到一個數據 在過這幾年裡面 將來的幾年你當中可能會有翻倍的成長 那如果四五十歲的人他就得患罹患的社會性癌 他之後他想要去看說 啊 那這個我的性功能怎麼辦 啊 我在漏尿的狀態怎麼辦 他去Google的時候 他發現他找不到任何的文章 或任何的他覺得有可信度的文字的時候 他會不會更慌 更緊張 我覺得如果我是一個不擔心 把這些事情穿出來給大家看的人的話 我很樂意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讓大家知道 他是可以改善的 他可能他有短暫的時間會漏尿 可是這當然是因人而異 因為不同的年紀他的擴約期 他可以回復的那個狀態 他是不一樣的 然後性功能當然也是一樣 你在生病之前跟生病之後 社會性癌的前跟社會性癌之後 本來每個人的性功能就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這個就去判斷說 因為我得了社會性癌 所以我性功能的時候不一定 而且他還包括了你一期二期 他有沒有擴散出去 他在拿掉攝護線這個器官的時候 他也沒有去觸碰到你旁邊兩邊的勃起神經 這都有關聯 可是這些東西 基本上你去Google不會有人寫出來 那我希望我講出來就讓大家知道 你可以自己先去評估 如果他切割到你某一邊的勃起神經 你吃藥是有可能的 他還是有可能可以讓你做到一樣的事情 然後如果是兩邊都觸碰到 他有可能就有很大的影響 有可能就不能夠 就沒有function 那你就是好好的去服務對方 也是一種很棒的選擇 對 所以也許就是以一個身為學長的身份 寫下你這些學習的經歷 讓未來如果剛好也確診這個疾病的人 可以有依循的道路或依循的潛力可循 最後我補充一下就是 我今天為什麼特地穿這樣子來 是因為我前幾天其實剛去回診 我又開始吃標靶藥了 那吃這個標靶藥的副作用就是 它會有男性女乳症 我前面也是一樣 我就是刻意穿這樣讓大家看到 它是會有男性女乳症的 那我會覺得 我穿的是女同志穿的素胸 就是說 每一個治療它一定會有副作用 那既然有副作用來了 你就是接受它 你就面對它 你就解決它 就我剛剛講的 病什麼時候來你不知道 可是你每一天你想怎麼過 我想過得比較帥氣一點 我想穿穿的讓大家覺得 我一點都不像看起來像生病的人 那你就這樣做 這樣做你心情會比較好 那你就這樣去過 因為你生了病 你接受了治療 治療會有副作用 這些事情它沒辦法改變 可是你的心態可以改變 你的生活做齊 你想怎麼活你可以改變 這是我想傳達的理念 是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H的分享 我覺得最後這一段真的很重要 就是病會怎麼來 你真的沒有辦法控制它 但是你可以決定自己每一天怎麼過 你的心態可以決定你的日子過得怎麼樣 是不是再次用最熱的掌聲 謝謝H今天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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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請先起身 那也可以回座 謝謝你 這是謝謝你今天的到來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